市值要挑軟的吃 罷免先找葉元芝 國民黨立委葉元芝一早上廣播節目 和主持人大談國會記名投票攻防戰 因為罷免話題如影隨行 罷免什麼時候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 我覺得是非常沒有正當性 經過了國會改革這一役 那其實我們國民黨現在是團結的 像巧欣 巧欣就直接就講了嘛 一個都不能少 輕鳥行動萬人集結 第二階段強化地方對話 也醞釀罷免聲浪 首場鎖定葉元芝選區新北板橋 我們都會保留完整的二十分鐘 給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我們歡迎這些國民黨立委 到現場和現場所有選區裡面 選民說明清楚 他們的主張以及立場 要葉元芝來現場接招 根據最新數據 罷免聲浪前三名全市欄委 主導國會庫權法案 來迎大佬復昆期 罷免聲浪高達1.5萬 位居榜首 葉元芝警差一千六百三十二票 緊追在後 第三名則由徐曉星拿下 網友創作剷除黑心之歌 大山徐曉星捲入涉灘案 而早點名的復興葉三人 以葉元芝最危險 畢竟選區結構大不同 葉元芝只以兩千多票險勝 就算對手羅智鎮負面新聞 產生也能拿下七萬多票 萬一綠印鬥元成鉤 就有機會衝票 罷免門刊五萬八千票 葉元芝的壓力可想而知 三地新聞 徐曉禮 崔道明 新北報導 綠印鬥元 好